欢迎收听长篇有声小说《退伍了》第35集 周飞没有妥协,他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认定了的东西,说干就干,根本不计后果。 这种性格让他走了很多弯路,也吃了不少苦头。 周飞的冲动源于他在网上看到的一元钱就可以注册公司的新闻,一块钱就可以当老板,这种诱惑对于一个想要创业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周飞不是没有考虑过实际情况,口袋里的几万块钱,他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算计了,不仅在网上找商机, 还偷偷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去一些商业区转悠,最后又一一否决了看上的项目,正因为资金的问题,才让他患得患失,举及不定。 现在突然听说有这么好的事情,让他怎能按耐住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对周飞做生意持怀疑态度的还有自己的恩师韩宇昆,这位公司被并购后落落寡欢的中年人,除了一个月定时来一次拓帮给研发人员做指导外, 基本上已经不再过问拓帮的任何事物,对手下爱将一个一个的流失,他除了摇头苦笑没有任何办法,这里已经不再属于他了。 韩宇昆每次来大陆都会照例邀请几个住在拓帮附近的老部署们小聚,每次都喝多,喝多了放声高歌,喝多了就会搂着自己曾经的爱将们声泪俱下。 也是那个时候,周飞学会了国际歌,学会了很多台湾的民谣。 这些常常跟原来老板小聚的基本上都是已经离职了的原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他们都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看起来混得都不错,有的甚至高居公司副总的职位。 一群中年人凑一块儿,怀旧起来没个完,仿佛个个都曾经沧海。 年纪最小的周飞也是最活跃的,更是被数落最多的。 关于开公司的事,周飞也知道考虑得不成熟,在这位锐气逼人的总经理面前,他没有任何底绩,所以也就不敢提。 没想到,蓝小姐当场给揭露了,韩宇奎盯着周飞使劲看,盯得周飞心里直发毛。 良久,韩宇坤开口说道,好事啊,有想法,有企图心。 这种语气,周飞听得多了,紧张得头也不敢抬,他知道真正的审判开始了。 如周飞所料,韩宇坤端起酒杯,一干而尽,问道,想好了吗? 周飞清了清嗓子,自信满满地回答道,想好了。 好吧,那你告诉我经营什么,目标客户在哪里,有没有做过市场调研,有没有做过损益分析,公司团队如何组成。 韩宇坤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周飞闭上眼睛想了好久,这才犹犹豫豫地说,我想开个贸易公司,人家需要什么,我就卖什么。 周飞的话还没讲完,坐在一旁的某私立学校政教处主任,原生产部经理,一口酒喷在了桌上,正要开口说话,韩宇坤抬起手,示意他接着听周飞讲。 话一出口,周飞自己都觉得可笑,恨不得钻到桌子下面躲一会儿。 但他看到恩师鼓励的眼神,就硬着头皮接着说道,市场调研我也做过,觉得开家贸易公司应该是有前途的。 韩宇坤打断道,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市场调研做了多久,用什么方式调研,针对哪一类产品。 周飞说道,有好几天吧,说完盯着韩宇坤,再没有了下文。 韩宇坤没有要为难周飞的意思,说道,继续刚才的问题往下讲。 周飞又硬着头皮说,损益分析没有做,因为经营项目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投入的部分我算了,只要几万块钱。 至于公司团队,我要注册的是一人有限公司,以后如果有可能,再慢慢找合伙人。 韩宇坤问道,陈叔完了。 周飞说,暂时只有这么多了,我最近会起草一个具体的方案,到时候您帮我提提建议。 韩宇坤笑着举起酒杯,对异桌子老部署们说,来,大家举起杯,为解放军同志将要起航的伟大事业,干一杯。 周飞臊得脸都快要伸到桌子下面了,韩宇坤却笑嘻嘻地自嘲道, 托邦,真是卧虎藏龙啊,你们今天有这样的水平,应该都是拜我韩宇坤所赐。 周飞头上开始冒汗,韩宇坤却仍然不依不饶。 周飞,你是我见过的最强悍的人,是要听我夸奖你,还是打击你。 周飞没敢再打枪,坐在那里擦汗。 韩宇坤说,你在拓邦待了有四五年吧,应该看到我是怎样做事的吧。 我看好你在人力资源上的发展前途,好好学习你的专业, 创业不仅仅只要冲动,是要动脑子的。 目前,我看不到你有任何做生意的潜质。 今天你跟我讲的这些,不要再拿出来说服任何人。 我们笑你是善意的,别人也许只会看低你。 这场酒周飞喝得头重脚轻,不是喝多了,而是心里发虚,两条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 谁都会以为,被韩宇坤打击了后,周飞会收起这个可笑的念头, 然后老老实实再找一家公司上班。 可是周飞却恰恰相反,这个打击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正所谓生死是小,名节是大,话已出口,面子才是第一。 让这些计较我的人后悔去吧。 周飞暗暗地下定决心。 就在周飞忙着找公司经营场地的时候, 已经同周飞结束冷战的灵艳突然给周飞发了一条短信。 周飞看到短信是灵艳发来的,高兴地差点在公交车上叫出了声。 灵艳与周飞冷战后,根本就不准周飞碰他。 第三天干脆就搬到了工厂里住,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周飞冒充客户给他办公室里打电话,灵艳一听到周飞的声音就挂了。 这下,好几天才突然接到了灵艳的短信,怎能不让他兴奋。 灵艳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我回来了,觉得有必要,再跟你谈一谈。 周飞看完短信,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周飞觉得这句话很冷,起码是太严肃了。 平常灵艳发短信都会有个称呼,千奇百怪的称呼。 什么老公,他爹,男人,老板,掌柜的,五花八门。 内容也多是想你啊,等你回来啊,烧瓶酱油啊,打个包啊什么的。 他知道这短信背后掩藏了什么,也许是最后通牒,也许是直接摊牌。 深爱着灵艳的周飞,之所以没有听进去灵艳的意见,完全是大男人主义在作怪。 他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两个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基于这个良好的出发点,该坚持的就不需要去妥协。 灵艳总有一天会理解自己,会支持自己的事业。 周飞半道上下了公交车,直接打车回了出租屋。 进屋看见灵艳,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了两个快餐盒,就笑嘻嘻地冲过来要搂灵艳。 灵艳闪了一下身子,周飞无趣地打开快餐盒,讨好地盯着自己的爱人说道, 还是我老婆心疼我,知道我中午还没有吃饭。 灵艳不领情,冷冷地看着周飞狼吞虎咽着。 周飞的吃相是装出来的,她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激发爱人的同情心, 可是她又害怕吃得太快,因为看起来灵艳不等到她吃完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周飞心里没底的就是灵艳接下来会讲些什么。 两个人就这样陷入了沉默。 吃完饭,周飞起身要收拾垃圾,这可是非常罕见的举动。 灵艳却突然笑道,不要再装枪做事了,坐下来,我有话要跟你讲。 周飞非常听话地搬了张小凳子坐在了灵艳的对面,低着头做听话状。 灵艳问道,这几天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呀,就坐着想你了。 周飞说,少跟我来,你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灵艳问道,周飞说,还没,就等你指示了。 灵艳丢过来一张银行卡说,这留一万多块钱,是我留着买价装的,现在借给你。 我们俩加起来的积蓄,差不多应该有五万了吧,你要是糟蹋完了,就甭想再娶我了。 周飞惊喜地说道,你同意我开公司了。 灵艳不满地说,不同意又能怎么样? 我一个好好的黄花闺女都被你给糟蹋了,你还向我改嫁啊。 周飞眉开眼笑道,别啊,你还是自由身,可以再选择嘛。 灵艳站起来一脚踢了过来,占了便宜还卖乖? 驾狗随狗,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周飞高兴地拦腰抱起灵艳就要进房间。 灵艳挣扎道,大白天的,干嘛呀? 一会儿你得帮我把行李提回来,今天晚上还得请我吃大餐。 周飞的公司成立了,所有的证兆拿到,前后只花了各把月的时间。 周飞选择的是中介代理注册,因为他碰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经营场地。 周飞找了十多天,所有的商铺与写字楼每个月的租赁费用至少都要2000元以上。 如果加上简单的布置,手机要投入的费用至少要2万元。 这对一个身家性命,全部押上只有5万块钱的创业者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而专门代理注册公司的中介就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难题。 他们有整套对付工商的办法。 简言之,就是只要你肯出钱,他们就能帮你搞定一切你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有个小小插曲,周飞在别人提醒下,尝试着给这家代理注册的公司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对对方的这种神通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对方的业务员在电话那头胸脯拍的震天响,非常神秘,也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公司的大老板是工商局的副科长。 正如那个业务员所言,一切都很顺利,包括公司张成与组织架构,还有电资、燕资,全部都一手包办。 周飞花了差不多6000块钱,就拥有了一家资本额为30万元的贸易公司。 对于周飞之前坚持的一块钱理论,对方问周飞,哎,你愿意跟注册资本额只有一块钱的公司做生意吗? 这件事情让周飞明白一个道理,所有事情的结果都有可能跟当初的出发点相去甚远。 就好比当初你是因为性欲而想着跟一个初次见面的女人上床,结果这个女人最后却成了你的老婆。 周飞拿到营业执照的时候,兴奋地整整两天揣着她睡不着觉。 就算是后来拿到结婚证,她也没有这么兴奋过。 这个深蓝色的粉本明确无误地宣告,她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的总经理了。 也就是从法律上讲,她跟韩宇坤已经是一个级别了。 让周飞兴奋地不仅仅是自己成了法人,成了老板。 营业执照上的经营项目更是让她情不自禁地要高歌一举咱当兵的人。 那上面从销售电子电器到塑胶五金,从包装材料到服装鞋帽应有尽有。 这让周飞想到了几年前在人才市场收到的那张东南亚证件集团的名片。 要不是加注了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经营许可的除外,这个说明。 周飞同志怀疑自己的公司除了核武器与航空母舰做不了外,什么生意都可以做。 也就是说,放眼我中华大地所有公司和工厂都是我的潜在客户。 这个市场之大,估计李嘉诚也只能望洋兴叹。 4月,蠢蠢欲动的季节。 蠢蠢欲动的周飞选择在4月的第一天从阿里巴巴上发出了第一条供应信息。 这一天,他坐在了自己的客厅里,面前是一张崭新的桌子,上面摆着崭新的传真机和打印机。 电脑是去年买的,以自是灵验在二手市场花70块钱买来的,可以360度转度。 身后一张巨大的广东省行政地图占据了半个墙面。 周飞的第一单来得非常快,快得让他有点忘乎所以。 开张后的第三天,周飞在MSN上碰到了早上他一年前离开拓邦的原生产部的一个主管, 父姓欧阳,此人在一家台资电气厂担任生产部经理。 他问周飞在做什么生意,周飞问他需要什么。 欧阳就说,我们公司刚好要换一个做纸箱的供应商,你能做吗? 周飞兴奋得差点没蹦起来,不加思索的连忙说道, 算你小子找对人了,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包装材料的。 欧阳说道,那好吧,你看哪天有空,我帮你引荐一下采购, 只要你的价格合适,产品质量没问题,我保证你打进来。 周飞说道,后天吧,后天我去找你,明天太忙了,要见一个客户。 欧阳发过来一个表情讥笑道,呦,你小子就跟我装啊,明天是去找你的下家吧, 不急,你把下家找好了,再告诉我。 周飞当天下午就通过阿里巴巴找了一个附近的纸箱厂, 然后揣着自己印有总经理头衔的名片去找了对方。 人要走运,门板都挡不住。 这家工厂新开不到三个月,老板也是安徽人,而且比周飞还要小好几岁。 开工厂是因为自己当了几年业务,有了几个固定的老客户, 而周飞是他工厂第一个主动找上门来的客户。 结果可想而知,周飞对公司运作头头是道, 又是ISO又是环保的,三两下就把这个小工厂出身的老板给唬得五体投地。 大哥长大哥短地叫得不亦乐乎, 最后不仅拍胸承诺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全力配合周飞的订单, 还竭力挽留周飞吃晚饭。 第二天,周飞又马不停蹄地找了两家附近的纸箱厂。 这两家工厂因为都是上规模的厂子, 对周飞的主动上门,特别是得知周飞是做贸易的后,表现得非常冷漠。 有一家负责接待的业务经理是个香港人, 随手把周飞的名片丢在桌子上, 操作着一口难懂的普通话说道, 月货款不到五万,我们不接单。 周飞灰溜溜地离开这家工厂后, 心情突然由极度的兴奋跌到了谷底。 他想不通现在做生意的为什么这么牛, 拿豆包不当干粮, 难道做贸易的就不是人吗? 去欧阳他们工厂之前, 周飞又打电话给那个同乡的小老板, 问了一些纸箱的专业知识, 这让那个一天前还特别崇拜周飞的同乡很郁闷, 心想,对包装一窍不通,也敢卖。 长篇有声小说《退伍了》第35集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下一集。